研究指出高热量、高饱和脂肪酸和低纤维摄取 与大肠直肠癌息息相关 大肠癌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 高动物性脂肪、高蛋白质和低纤维的饮食习惯 可能增加罹癌的风险 年轻人饮食都已经细化 所以吃到一些烧烤的或者是亚硝酸 做的一些像腊肉、香肠或者培根 长期吃这种的话 它可能青菜吃太少 蔬果类吃太少 造成蛋白质的酸化 所以造成大肠联盟可能有一些细胞会突变 最只要的症状到肠癌 它可能那个大号就是排便会不正常 有时候可能好几天都会便秘 后来就便秘完可能好几天都是一直拉的 最重要 有时候大便有新鲜的水便 一般病人他才会紧张说奇怪 我大号怎么会有水便 因为它那个跟柱窗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大肠也都年轻化 大部分这个都是大肠镜可以一般搓血大概也可以知道 它的大肠主是会比较偏高 但是如果高的话就是还要排大肠镜一般就直肠纤维镜再去做一些病理的切片检验这样子 所以现在最主要是饮食细化还会造成就是因为病人可能生活不正常 还有喝一些饮料都不喝水 输过了又吃太少 大肠直肠癌早期的治疗率很高 五年内如果没有复发 代表癌症有机会痊愈 在这个阶段 饮食习惯改变是一大关键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